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卫明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在美国身份过期或者有其他问题 办I601豁免,解决I485和移民签证问题 这个题目有点长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概括这里要这个视频讲的主要的内容 最近有一些这样的案例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的是亲属移民,也有的是职业移民 有的是在美国提交I485办绿卡 有的是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那他们因为过去的一些身份问题 比如说在美国身份过期 曾经提交过错误的信息给美国政府 或者有的人有OPT挂靠 签证身份GAP等等这些情况 那么他们通过办理I601豁免取得了批准 那在这里讲到最近有一些案例是在美国身份过期的 那我们知道过去的三年因为COVID疫情的原因 有一些人滞留在美国 签证身份没有能够及时的延期或者转换 原来的身份项目学习访学等等结束了 但是新的呢没有开始或者说没有能够及时离开美国 也有在美国用B签证探亲的 用B签证入境以后本来想办亲属移民或者职业移民 但是因为排期或者其他原因耽误了 也有的人因为工作出现变动申请转币签证 后来呢但是转币签证的申请没有能批准 或者中间没有能衔接上 总之呢有各种身份的GAP过期的问题 那我们遇到呢不止一个这种案例 经过我们的争取努力帮助申请人取得了批准 有这样一位申请人呢他原来是办EB1A的 然后呢他的绿卡排期本来已经到了 但是原来为他办理140的这个律所呢 不够负责任或者有人员转换问题 没有能够及时通知他 他自己在疫情的高潮期间也没有注意到 后来等到发现的时候呢 B2签证身份已经过期了超过一年以上 虽然中间提交过延期的申请 但是延期申请提交多了 有的也有就没被批准的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另一位科研人员呢和他有类似的情况 前一个人呢是在中国办了140以后 他本来呢选择到美国办485 没有交移民签证 也因为孩子在美国上学 这后一个人呢他是在等待排期期间呢 突然被通知实验室关门了 那他要提交485呢 当时排期还没有排到 还差一段时间 他提交了转B2 以及其他一些签证身份的申请 但是呢因为提交的比较仓促 还缺少一些材料 或者呢在延期期间有一些问题 总之呢排期还没有排到 这个原来的身份呢 就已经出现了过期的问题 那么对这两个人呢 其中一个在提交S85以后 收到了移民局的IFE 另一位申请人呢 在移民局的办公室 有这个interview 他们联系到我们以后 我们都先后帮助他们提交和准备了S85后续的流程 那我们具体的分析 帮助他们向移民局陈词解释 说因为有个人不能够控制的原因 有一些特殊情况 移民局自己也承认 可以提供flexibility等等 经过我们的争取 这两个人 他们呢 这个S85都取得了批准 这两个人他没有办I601豁免 那么下面一个case呢 他是办了他 那前面两个人没有办 当然不是他们不想办 而是因为呢 他没有qualifying relative 下一个是亲属移民的 他呢是用F签证到美国 然后呢身份过期了几年 因为后来学习呢专业 他又失去兴趣了 或者是个人的情况发生了变化 为了生活等等原因 他就开始工作 那他有他父母呢 为他办理的亲属移民 后来排期排到了 但是我们知道呢 有的时候排期了好几年嘛 在等待排期排到过程中呢 他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后来他找到我们 然后呢 那就依据在美国有直系亲属 这样的情况 那么阐述了说 如果我不能够留在美国 会给我在美国的亲属 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人 造成什么样的 extreme hardship 是严重的负面影响 那当然这个不能空口说 你要有相应的书面证据 比如说医疗记录等等 那然后呢 受影响的人也可以提供一封信 解释自己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来支持这个绿卡申请人的 绿卡批准 那其他方面呢 我们也要有详细的说明 关于I601 我们知道 一种呢 是关于党员的 这样的呢 我们重申一下 不需要extreme hardship 其他的 比如说有的人 还有一些 我们此前其他的 I601豁免的case 取得批准的 有的人在签证的时候 提供了错误信息 他本来是未婚 他说他已婚 或者呢 是这个 在美国本来他 已经有未婚妻啊 别的家人朋友 他都隐瞒 没有提到 因为这个原因 也有呢 不止一个 是因为OPT挂靠的原因 像这些呢 我们都提供了 I601豁免的申请 申请人提供了 statement的解释情况 还说明 强调了 在我们的帮助下 解释了 favorable factors 那移民局列出的若干 就有利于I601批准的 这些 discretionary factors 绝大多数的I601豁免申请 都取得了批准 个别的人呢 因为材料缺失 或者他在批准以前 就离开了美国 没有得到批准 这些讲的是I485 在中国办移民签证 据我们所知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申请人 因为在体制内工作 因为个人的组织关系等等原因 他的移民签证遇到问题 也有的人是因为原来在医院里工作 在计划生育系统工作 或者和这个相关 然后也有的人是敏感专业 那个因为个人的工作经历等等原因 那么他们如果有孩子在美国出生 或者有其他的亲属 在美国是美国公民 或者是绿卡持有人 他们也可以办理I601豁免 我们也为不止一位这样的申请人 提交了I601豁免的申请 那么这些呢 有的时候审批时间要长一点 但是我们也陆续取得了他们的批准 这样的呢在批准以后 他可以重新办理移民签证的面谈 拿着I601的批准书 正常情况下申请就可以顺利批准 众所周知 国际局势等等原因 办理美国绿卡和签证 有的时候会遇到比以前更严格 更详细的背景调查 在这种情况下 有一些人 他的I485和移民签证申请 被要求补充材料 甚至被拒的比以前多 那怎样来应对呢 第一你一开始的时候 就可以认真准备准备好 第二呢 如果符合条件 你可以办理I601豁免来解决问题 好 有更多的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